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我們講講阿兒不紅,天理不容 紅什麼紅,現在真是融化過融 阿屎,不是阿屎,阿兒一融 現在整件事真是,為什麼? 雪藏,永遠雪藏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這個廣播 還有一融就是一個黃融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這件事其實如果比賽是我們這些走來跑慣光湖 就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不過阿兒始終是一個 你不是好人,你就是壞人 你不是好人,你就是壞人 是這樣的 意願對立,以分法 其實他講ATV什麼什麼 我上次都說了,有些事情你自己做 你自己走出去做 不能事後說回頭 現在又搞得很麻煩 還要嚴正聲明 AMM 這是亞洲的另外的子公司 現在沒有了阿兒這隻黃牌 你們還搞不搞? 不搞也會益他 明白的 阿兒口出狂言 即時被雪藏 入行呢 穿著粉紅色筆肩來入行 一個小肚子 他自認皮膚很白滑的進來 然後很多網民就記得他 認識他 但是我覺得 是有些事情令到事情很僵 首先講粗口 罵經理人 這個我認為是不能接受的 在網絡界 在藝人圈 娛樂圈 你搞得很麻煩 你說這種人很混蛋 你說經理人 其實有多混蛋 我上次都不覺得他有多混蛋 正常工作而已 公司接工作 你做就做 你覺得過分可以不做 這個是這樣 但是你數他說他吃煙喝酒 根本是這些不犯法 即是隨便說 那些人不犯法 你沒有理由 這個不是你去判斷他 是很壞的一個說法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玩大了 還有那種二分法就是 黃蓉是好人 另外那邊很混蛋 神經病 一邊好不代表一邊壞 兩邊都可以合作 這個世界不需要喊起鋼對人 你可以喊起鋼對著網民 其實老實說 在網絡界 要分析一些事情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是啊 你要正常人去分析都難 網絡界不是你對一個人 一班人 一間公司 他是對著一個公海 一人一句 誰是真 誰是假 誰知道些不知道些 完全沒有辦法 以他的能力是很難搞的 現在搞到合約 其實更加難搞的 更加難搞的 其實最近我是在搞法例和合約 我自問自己的理解能力是高的 我身邊有幾個 我想讀到碩士博士的人在幫我 但是在僵持 那些事情不是你玩的 那些事情不是你玩的 大家在鬥而已 鬥抽 合約那裡有一句 我嘗試去分析一下 其實你的路向會是怎樣 又是 娛樂神通又預言 我猜你們會冰釋前嫌 是啊 放一個和頭走 其實你 客氣衰衰衰的逛一步就可以了 你不用跟經理人對著幹 雖然我說在這個時勢 你不需要簽約 去什麼什麼 這是真的 你也洗濕了頭 你是藝人 你不是網絡藝人 我可以罵人 但我也不會很過份 如果我罵這個罵那個 我用什麼被人告 我不是害怕 我不想有這些麻煩的事情 這些事情不好玩 很簡單 做這行求財 賺錢 他利用你賺錢 其實你又利用他接工作 就是這麼簡單 大家互相利用 沒有說哪個混蛋 哪個不混蛋 沒有的 張約你自己簽 那當然 我其實也不會看的 張約 其實說真的 那些合約差不多應該 我猜全部是英文 如果中英對照的 以阿怡的江湖歷練 不要說你了 我當時簽公司那份約 我都丟了 你那份約是否還在家裡 你要逐條拿出來看 其實他現在是死症 蝕映兒 對的 AMM 即是亞洲心動娛樂 那間公司 如果他咬住你 你就 是不是真的玩完了 在各方面是玩完了 但其實 有些辣可以離開 我剛才在那裡嘗試說說話 然後經理聽到 你這樣教人什麼 我不是的 合約有寫就是這樣寫 不是這樣寫 不是這樣寫 我只是說我的看法 我又不是教他 我又不認識他 我覺得理由沒錯 我覺得阿怡不對 因為他在那個 網絡平台 大家都公眾人物 你沒有去罵他 而他去罵你 不過正常來說 一家公司是要維護自己的尊嚴 這是真的 就算你們有些談不上 公司裡面的事情 都是在裡面說 其實你說什麼利益 多少錢代落代 老實說 你今時今日這份約 會比當年陳曉冬和大師聰嗎 人家那時候會不會說髒口罵經理人 不會 那阿怡是什麼人 大家心照 我的意思是 你又不需要那麼緊張 又要 但是拿正來做一家公司的制度 也是對 他哪能分析到這麼多事情 待會說一說 你就知道這件事是複雜的 其實是 現在阿時發聲明 是雪藏 無限期雪藏阿怡 其實無限期說大了 你將約簽到什麼時候 其實沒有人知道 可能裡面的 agreement 已經有一項是 這份合約是我們雙方的協議 不可以讓第三者看 這是一個私人條例 其實這個已經是不行的 當然你可以找律師 徵求法律的意見 但其實你玩這些就是玩錢的 你合作就是要錢的 你不會燒錢為一口氣 其實我們沒有氣可求 你看那些人好像在網上跟我求氣 有什麼求氣 不就是為錢 拿流量而已 如果五仔不出名 就有空罵我 不會 真的不會 純粹為錢 純粹是利 但是我會讚 我覺得萬事和為貴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古靈精怪 是的 現在AMM說 阿姨IG發出的言論本公司 要澄清與公司毫無關係 也不代表公司立場 因為阿姨是 她的旗下藝人 當然不是公司立場 公司立場罵自己經理人 這是不合理的 她的事發幾個月前 阿姨在毀約和公司不知情的情況下 是擅自盜取公設立社交平台IG帳號 是不是公司設立 寫漏了一句字 這個聲明 私自發自己和公司無關活動的照片 影響公司形象 令公司帶來損失 有無故缺席公司安排的工作 因此被公司暫停所有活動 就是 別人跟你玩 追反幾個月前 其實關係好就沒問題 關係不好 你幾個月前有這些事情 張若寫明 你的IG是我和公司一起開的 你不可以投放一些你自己的東西上去 這是你私自這樣了 你毀了約 其實別人可以控告你 這是真的 當然控告你沒事的 你只是破產 你破產你本身也沒事的 你本身戶口也只有六位數字 破產也是沒有錢 拿公援 就是這樣 發援也不打這些事情 其實你自辯 然後你知道阿姨的口才是如何 你就想到 但是我覺得有些事情就不用玩到上法庭 我想他們也不會 他們也不會 是的 但是 你簽了人就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是建議那些人不簽人 但是你不簽都簽了 你只要在那裡玩 是啊 AMM那邊說 阿姨不但沒有好好反省 不但不好好反省 而是對經理人林寶玉的私人攻擊 本公司嚴重看待和給予最大的譴責 無論在某人的慫恿下 或純粹個人的行為 他的行動都已經完全越界 也背棄了公司和經理人多年來對他細心的栽培和期望 這些只是公關事件 細心栽培和期望 老實說 都沒有什麼期望 老實說 有什麼期望就拿來講一下 期望他成為演藝雄星或者怎樣 我不知道 譴責是對的 但是你說是慫恿還是純粹個人行為 沒有人慫恿他 我們不搞這些事情 即不是我們 阿黃庸不搞這些事情 那個是他個人 你拿一個手機在那裡 你想想會不會有個姊妹 這樣死了 要這樣搶上去 不是這樣的 其實本身這件事不是敵對的 本身這件事不是敵對的 所以最後一個是 由於本公司會無限期暫停阿姨計劃 接下來的工作和投資 亦都保留會對他採取一切 一切紀律和法律的行動 說得這麼嚴重 有人問 他說 為什麼 阿黃庸明知道他簽了公司 帶他去活動 什麼 其實我告訴你 在這行中 看你簽到什麼程度 如果 不是說 其實不出事就沒事 很多人簽了這個 簽了那個 我們行規 打電話給經理人 我的朋友叫我去手拍 我可不可以去 問一聲 這個很閒 他說 好吧好吧 你小心點 或者不給我 因為你簽了別人 是別人公司的資產 要看合約怎樣簽 怎樣買你的 怎樣買了你的時間 買了你的人生 如果你說簽得很死 我告訴你 合約一定簽得很死 合約 誰簽 誰弄這份合約出來的時候 是保障自己的 當然是保障雙方 保障雙方 是口說的 當然是保障利益 誰寫出來的 但是你是簽的 你一定簽的 你不懂的 這些東西 你以為沒什麼 阿儀的性格 就不理他 最多就是怎樣 不是這樣說 你會搞到自己很麻煩 你會搞到自己很麻煩 我又覺得 有些人說話是不可行的 譬如說 沒有理他 現在自己接廣告 賺錢 阿儀已經有價值了 這樣 違約 賠到糟糕 是啊 無論阿儀和請她的公司 一樣要賠錢 這個是法律 這個是合約精神 是不可以自己接事做的 那之前其實連活動都不行 老實說 但是我們這行 如果你說跟經理人單聲 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那次出事 是無牌駕駛 其實不是想害他 有時候網民說不行 又沒有拿牌 或者什麼 一拿正來做你 當然是犯法 老實說 AMM 我經常想到阿是 阿是一至二 AMM 那時候他上法庭 其實公司也陪你出庭 等等 他不是不在乎他 有在乎他 在工作方面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你說 如果在一個 我自己覺得 雖然他也是有問題的 你要給他判斷 其實你們心裡知道 你不應該跟他計較 原因是 他也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好像我剛才說了 13分鐘 AMM聽完之後 他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不用 你跟我溝通 你跟阿二是溝通不了的 你明白嗎 他不用畫公仔 畫出牆 所以在這個時間 千萬不要自己私下接作 找他的人都很大 其實做這些是為求利益 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 真的有人私下接作 然後 AMM可以告那間公司 其實是錢 推你出來接廣告 又是錢 你自己接廣告 然後告別人 在法庭賠償 又是錢 求財而已 那你無謂 這些 另外 有人說 離開香港 阿二在馬來西亞 有什麼 我真的 我覺得很搞笑 這個說法 在香港還沒有搞得到 自己的地方都搞不定 去別人的地方 在別人的地方 阿坤哥 阿坤哥 阿坤哥夠正常了吧 他口袋過油 日本妹都溝通了 他說去到日本 他只可以做漆仔 是不是 不行 真的不行 哪裏都不行 香港都搞不定 你到處都搞不定 這個來說是不合理的 是不會合理的 那麼 有人說集資打官司 說就容易了 如果集資可以打官司 不如你集資給阿二 如果阿二是聘用集資 不如給我 不是阿二 不是我 是阿二 你求財 你求什麼氣 打官司打完之後 你會輸硬 人家那份合約寫得明 他講出來 現在挖回你幾個月錢 你在IG出帖 都是你不對 這個是真的 這些都留一手 不能玩 你說多錯多 在合約上 其實這些大家都知道 簽個約大家都知道 那份約是一定綁得好死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不好的 不可行的 那麼 有沒有可以搞呢 其實 我不會看那份合約的 你不用叫人給我看 我不會 我首先說不會 甚至我覺得那間公司會寫寫寶物條例 不能給第三者看 我不是律師 不要給我看 而且他們都是寫英文的 我亦不懂得看 有些位置有得走检 譬如AMM聽到你這樣教他 不是 我討論這件事 一間娛樂公司 他去政府申請這個牌照的時候 公司是做什麼業務呢 關於影音各方面 他可能簽你份約的時候 任何影像在網上發佈 或者在別人的電視台或者電影 必須經過我們公司的同意什麼 你要想一下公司的本質是什麼 我隨便說 如果阿儀去賣燒賣 這間公司應該不可能阻礙你 去賣燒賣 你不可以在網上自己弄一個IG出來 宣傳自己 不過不小心有人拍到你在網上幫你宣傳 就另外計算 這個人權 你可以封殺他所有的影像 封殺他所有的影像 你可以封殺他自己製作自媒體 但是他如果出去做地盤 現在其實是斷你財勞 你出去做地盤 你出去做政職 這個很正常的人權 你這間公司不讓我做事 我做第二行可以嗎 正常來說是可以的 但是要看你把賣生契怎樣簽 所以我們經常說賣生契 我不是教他 我只是討論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不清楚怎樣玩 可能他的公司寫得明白 賣燒賣 賣衣服 總之你這個人以後不能做事 都不出奇 但我第一句都說 我看怕連自己的合約也不知再改變 我當年也是一個簽名 丟在一旁 有人想問我看了合約 那些法律 我完全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吃虧的 但是當時有人說 是二雄而已 你猜是AIM雄嗎 做人呢 每邊打五十大班 這個做人要喝水思源 這個亞洲小姐 是沒有人認識阿姨的 就算是有人安排我進去 穿粉紅色比堅尼也好 還是他後來自己走來 紅了什麼也好 你是靠這個平台起的 你要喝水思源 你不可以 議員對立就是 黃庸是好人 他是壞人 黃庸是好人 他也可以是好人 全部都好人 大家都好人 這個你就不得罪任何人 你就有得混 和氣就是生財 聽完我這段之後 我覺得我很有道理 然後去跟我聊天 我沒有空理你們 我不是說阿姨 又說其他公司 因為你的公司之前找我 是的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我也有自己的工作 我有我的業務 我就是在這裡說無謂話 我們不是敵人 但是我不會和你們合作 但是我不會和你們合作 我不會有空和你們合作 但是我們暫時都不是朋友 但是我們沒有敵意 你說聊天沒問題 但是不用聊了 純粹是說一下 你當我是普通人 說些話好像知道些話 那就可以了 你不用找我 不要浪費時間 我自己有很多事情做 我估計就是這樣 估計 你不讓我做 你餓死我 人要吃飯 我拿公園行不行 我沒有工作 我拿公園行不行 你的藥怎麼簽 你養他多少錢 在法律的層面 如果你每個月有包身 那包身是合理的 證明你是能養得到他的 這是在人道方面 在人權方面 原來你還要繼續發薪給他 如果你說你不發薪給他 你不讓他做事 餓死他 他只可以拿綜援 這是不合理的 你問到福利官 那福利官說 為什麼你要拿綜援 他說他簽了 什麼都不讓我做 這個一定不行 這個不可能 你可以限制他的影像 發佈 或者網上的言論 但是其他工作 我認為 我真的不知道他的藥怎麼簽 我也不知道公司拿什麼牌 等一下他什麼牌都拿一個 我怎麼知道 所以 最好就是和氣生財 最後 對不起 我知道自己不對 那就好 你不知道 不是疏不疏擺 唉 如果你說這裡有黃蓉 黃蓉 你現在看到黃蓉 是他的朋友 他維護黃蓉 阿姨身邊這麼多朋友 三個八婆一個虛 說這件事 一定會這樣 唉 你猜到 黃蓉 就未必會跟你說這些是非 但是最怕 那些無名無姓的 說了阿姨入了腦 或者阿姨自己看事情 看歪了 很簡單 那些人一定會這樣說 他說 這個公司抽多少勇 他代多少錢 關什麼事 那些人是願打願挨的 那些人 你那時候可以不簽 你簽了之後 你要跟法律精神 這個是合約精神 你不能說這些 所以很多局外人 你說疏擺 我覺得都可能有些說話聽 可能是網民疏擺又未定 因為 每個人說一堆說話 沒有人好像五仔說 那麼長篇大論 說了合約 不是說這些 每個人會說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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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聽到哪一句 他認為那一句入心 是阿姨自己本身 是的 那麼 最好就是以和為貴 但是 最好的方向 搞到法庭那些 就是浪費大家錢的 無厘頭的 是無厘頭的 甚至我認為 你眾籌請律師 人家AMM都不用請律師 他拿了一張東西出來 然後給法官看 現在他違約 我要求他賠償 然後你就破產 你就抄家 是的 你戶口有多少錢 你就抄家 然後你就破產 就是這樣 很無厘頭 那裡可以說很多錢 然後你那四年 出去面打工 那些錢就給 你賠償 你很無謂 我覺得就是 你有錢 大家一起賺 其實這麼大的公司 都不是想 作你戶口的錢 不過你要玩 別人有合約 就跟你玩 我是知道了 你們的局勢 是怎樣 所以我是勸於 道歉 公開道歉 自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說完一陣 阿姨也未必了解自己發生什麼事 他還覺得自己可能很委屈 為什麼我要跟他說對不起 為什麼我要跟他說對不起 可能是這樣的 沒有的 沒有的 你一止錯 滿盆街落索 你根本上 你洗濕了頭 你就是要順著去做 你就是要洗頭 下洗頭水 然後洗頭 然後洗頭 吹乾頭 之後你再去想其他事情 你要想那些不簽他 什麼事情 是要結合約再想 但是你把約簽多久 十年 二十年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只能說 如果你打官司 就是去看那個位置 究竟有沒有 有沒有一些事情 是違了 這個是不合理的條件 但是你又要找個律師看 別人律師看一看 你就收你幾千元 一次 看看信又幾千元 你有多少個幾千元 銷 是不是 只是看信 當然 當然 有些人可能會義務幫你 例如林作 那些 但我想他自己都不會做這些事情 現在 他沒有空 你可以上網求救 看看有沒有律師幫你 但我覺得 你到最後 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都不能打 一間公司整個合約出來 肯定是會立於不敗之地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我身上 我也是會道歉 但我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不會得罪自己公司 一定不會罵自己的經理人 這個不可能 始終 有人說 阿儀是這樣 AMMC認識而已 唉 阿儀自己在這行 做了很多年 臨時演員 他沒有那個契機 沒有那個機會 他根本是沒有人認識他 是沒有人認識他 剛好那一刻 他搭 那時候阿士搭個鵬出來 選亞姐搭個鵬出來 這個是治癒之恩 他不了解這件事 是的 他不捧他也可以 他捧別人也可以 剛好這個就是他 其實你說這些 同界也是 你要捧誰也可以 剛好你碰到一個 但是 既然這件事已經經營了那麼久 算吧 你只是求財 難道是藝術家嗎 大哥 網民有些都心照 既然可以在這裏發展 就繼續做下去 有事你就做 你本身不做這件事 你在做什麼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不做這件事 在做什麼 是不是 我覺得是要這樣稱 我又覺得公司 他這個聲明 是要這樣做的 就是拿正來做就是這樣做的 是的 我現在覺得 黃蓉不是這樣的人 黃蓉不是挑撥離間的人 但他身邊有些女兒 我就不知道他們什麼 不知道什麼都知道什麼 就是這樣說的 那間公司就是這樣拿正來做 也是程序上 阿姨EQ上是比較值得諒解 值得諒解 可以 最後就是 大家一場誤會 那便好 那便最好 我認為這樣便最好 不知道大家剛剛聽 可能有人很生氣 有人很生氣 人家AMM都不是想作你阿姨那些錢 你自己想一下 其實這個是 有些灰色地帶 自己不要踩過去 他不是灰色阿姨 是黑色的 不要鬼搞 不要益的 求財的 大家不是求氣的 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講個 拜拜